好,同学们好,来自马来的同学,欢迎大家来听这场讲座,今天星期六的下午,周末的下午 说句实话,非常想念马来西亚,这个疫情之后这一年多就没有去过马来了 但是在疫情之前,我11年可能要来五六次马来西亚,到马来西亚各个合作的大学,到合作的中学 特别去过很多在马来的独中,独立中学,包括国中,这样的华人的学校 其实对马来西亚有非常深厚的这么一个感情 而且我们团队里面很多人都很喜欢马来 我们喜欢冰城,去冰城吃东西,去各个地方去看,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去新山啊,这种地方,去过很多的马来的地方 非常的想念,在马来的同学们,或者是马来的合作伙伴 但同时呢,在疫情期间,我们继续的其实在非常有意思 在今年这一年,在今年这一年当中 我们其实也继续跟马来西亚的非常多的大学 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connection并没有中断 我们通过这个线上的这种直播 我们今年做了非常多的对马来西亚大学的老师的培训 也同时,我今天大概继续培训了大概将近有200位的马来西亚大学的教授 这个,以及这个,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还专门做了一个线上的我们GDT的这么一个班 有大概百分之六七十都是马来西亚的同学,来华留学同学 也就是说通过在疫情期间,我们通过数字经济,我们通过在线的直播的方式 继续跟马来西亚保持着这么一个很紧密的沟通 我们也培训了很多的老师和同学 所以这也是我们still connected 我不知道马来的疫情现在怎么样 中国在经过一年多的这个控制之后 控制下来好像现在又有微微的有一点抬头 但是呢,听说马来西亚最近又开始lockdown 我也不知道这个疫情咱们会继续下去 我估计看来2021年疫情还会继续 但是我觉得整个数字化的这种工具和这种方式 其实其实慢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习惯 并没有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的生活 其实整个的这个我们开始习惯 也许我们开始习惯一种new normal 我们这种新的一种新常态 OK,在这里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阿里巴巴集团的这个GDT 这个GDT的这个三个字呢叫做Global Digital Talent Global Digital Talent 那么这个GDT这个项目呢是阿里巴巴集团 它叫经济体学术委员会 专门下属的这么一个项目 主要是针对在全球的年轻人 主要针对我们 我们有一个mission 我们叫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Education 我们通过教育来改变这个 帮助这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这是整个这个阿里巴巴集团GDT项目的这么一个mission 我们看到叫Digital Talent 那么整个我们在过去的三年多呢 我们在全世界的几十几个国家 在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叫做 Global Digital Talent 这么一个progra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我们现在全球已经培养了 大概有数 上六百多名的大学的教师和教授 那么通过这些大学教师教授呢 我们大概有数学生在全球 学习了阿里的这么一个数字化转型的这么一个课程 那么从今年开始的疫情期间呢 我们继续的针对这个 年轻人也开展了一些叫做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数字化创业的这么一些课程 我们继续还会开设一些新的叫做 Digital这个轻创技和Light Entrepreneurship 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做很轻的创业的这种项目 越来越多这样的项目在开展 所以我觉得对马来西亚同学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来了解整个这么一个数字经济时代的这么一个创新创业 跨境电商的这么一些机会和这么一些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 今天主要的内容其实是在要想 我想跟有三个话题跟马来的同学来分享 第一个问题叫做数经济时代把中国经历变成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也就是如果你到中国来留学 到中国来学习 那么如何把中国的这段经历作为一个留学生 把中国的这段经历变成自己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变成一种核心竞争力 另外呢 就是还有就是说 我们想告诉大家在有一些这个哪些领域 哪些领域有哪些趋势和哪些什么样的机会 第三呢 看在中国的 如果想到在中国来留学的话 那么现在如何选择科系 如何迎接当下的时代那种拐点 再去学习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学科 这可能是我今天要讲的三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内容 首先我想讲一讲这数字经济这件事情 数字经济 大家以前也许很少听到过说数字经济这个说法 大家听到过电商 可能听到过各种 ATC 或者是听到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大家没有 就连连整合起来想什么叫做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什么叫Digital economy 整个社会 我们说会走向一个数字经济的时代 我们说所有的行业都会走向这个数字化的转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思 但我相信这是疫情过后 也许大家慢慢的会意识到 What do I mean by digital economy 大家也许看到你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数字化的解决方案 Digital solutions Digital solutions 那么我先让大家来看一看 其实在整个中国 因为我假设你们其实会到 这个当疫情开放以后 当疫情恢复以后 你们一定会来到中国 会来到中国去学习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国家 在数字经济方面 现在是跟美国也许在并驾齐驱 比较领先的两个这样的国家 这么一个 我们有一个统计说 其实现在在全球 在全球 市值最高的 我们讲市值最高的 是最高的企业 全球有前十名的话 有七个公司 都是来自于数字 数字行业的这么一个公司 苹果 谷歌 亚马逊 对吧 这个 包括 Microsoft 等等这样的 Facebook 这样美国有五个 那么还有两个是来自于中国的 这么一个企业 腾讯和阿里巴巴 也就是全世界的数字的公司 全世界排名前十的 市值的公司里面 有七个是来自于数字化 digital companies 在这 digital companies 来自于两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那么中国其实在这个方面 其实是慢慢真的在并驾齐驱 非常leading的一个position 那如果你们真正来到中国 来到中国 你们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景象 其实这个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先分享第一个话题 说来到中国以后 你会感受到的数字经济的方方面面 会是什么样一个景象 第一点 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最近这两年 特别近一年来 中国涌现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我们叫做新的新国货品牌 这件事情其实中国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些反响 各行各业 所有的这个 包括资本 都在追逐这么一件事情 叫做新国货 就由中国人产生了一些新的消费者的品牌 消费的品牌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们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同学会 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化妆品的 这么一个品牌 叫做这个这个完美日记 还有没有听说过像花西子 这样子的一个化妆品的品牌 有没有听说过像这个麦片 充饮的麦片 叫王宝宝这样的麦片 或者有没有听过这个元气森林 这样的新的这个碳酸饮料 在各行各业 在台灯啊 消毒机啊 洗地机啊 这个文胸啊 内衣啊 等等 数不尽的这些新的行业里面 中国开始涌现出了一个新的现象 叫做这个新国货的崛起 这些品牌都是连续两三年 像这种三顿半 这种咖啡 速溶咖啡 已经在两三年的之内 打败了非常多的一些老牌的新的 这些老牌的消费品牌 好像三顿半 打败了这个这个雀巢咖啡 好 像这个完美日记 成立四年就上市了 就上市了 150亿美元的估值 好 打败了很多这个大的老牌的 像欧莱雅这种品牌 在天猫这个排名都是排名第一的 这都是品类 在天猫互联网品牌上 品类排名第一的 这些新的品牌 开始出现了 好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讲 为什么这个跟这个互联网有什么关系 跟数据经济有什么关系 好 其实这个是代表着我们在 其实这个代表着中国的整个的 这么一个新的消费者 我们叫新人入场 新的消费者 在互联网的这么一个加持下 整个中国的消费者的消费的行为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而这些品牌 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名称叫做D2C Brand 他们都是一些互联网上产生的品牌 他们并没有线下的店 他们并没有线下的这种distribution 他们都是在互联网上产生的 这样一些互联网的品牌 所有这一些 他们叫做Direct to Consumers 他们在互联网上直接直达用户 他们在互联网上直接跟用户沟通 他们在互联网上能够跟用 了解新的消费群体的一些不同的消费的特征 他们能够跟他们共情 他们能跟他们同情共振 他们在互联网上Create这些品牌 很多很多年以前 我们听马老师讲过一个课 马老师讲 以后没有Made in China Made in USA Made in Malaysia 以后都叫Made in Internet 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互联网的一些新兴的品牌 那么我们其实看到在美国也是同样的事情在发生 当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 美国有非常多的D2C Brands 我们叫互联网的品牌 开始慢慢的把像保洁这样的品牌的市场去慢慢的蚕食掉 也是传统的国际巨头 他们统一有个竞争对手 叫做The Others 其他的品牌 这些所谓的互联网的品牌 慢慢开始出现 他们能够在市场上 他们蚕食掉了 这些过去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 非常强大的这个distribution 非常强大的零售体系的这些巨头们 都慢慢被这些小的 我们叫D2C Brands 慢慢的蚕食掉了市场份额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些大的品牌 互联网的大 就传统大的品牌 像这个欧莱雅也好 Mars Chocolate也好 还是像这个Oreal的饼干也好 他们在中国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中国其实现在他们在中国也开始他们产品创新 比如说他们会跟阿里巴巴的一个非常神秘的部门 叫TMIC TML Innovation Center 这样通过一个大数据来帮助他们分析这个用户的需求 他们跟阿里巴巴这个部门合作 他们居然生产出了辣味的巧克力 因为阿里巴巴的大数据告诉他们 整个购买巧克力的人群 有40%和购买辣味食品的用户是重复的一类人群 是重复这类人群 那么这类人群 我们从数据上看出来 probably这种innovation可以产生 吃辣的人爱吃巧克力 那么Mars Chocolate就听从这个意见 生产了一个这个辣味巧克力 奥利奥饼干也是 我们发觉在妈妈们在买这个大的奥利奥饼干的时候 也会去买坚果 而且妈妈们会觉得吃那个饼干不太健康 如果吃太大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很少的一些产品创新 把坚果和巧克力 奥利奥巧克力 做成小块的 跟包在一起叫坚果爆爆 这样子来做了一些小的产品创新 能够在市场上投放 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整个大数据 其实也已经开始帮到这些大的品牌 消费品牌 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些改造 帮他们产品创新 他们从这个18个月的产品创新时间 减少到了4个月 好 就是大数据 开始为这种消费品牌 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对吧 我们再来看 那么除了像我们刚才讲零售行业 我们刚才讲这个消费品行业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对吧 还不管是小的品牌 还是大的品牌 他们都开始创新 他们都开始有具有自己的 这么针对互联网消费者的 一些特别创新的这么一个过程 比如跟大家讲这两个故事 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品牌叫做三顿半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马来同学讲 这个三顿半的咖啡 它其实是一个素容的咖啡 它其实可以倒在这个杯子里面 冷的牛奶冲进去 就是一杯冰拿铁 它可以带着去travel 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出来 是跟真正的星巴克的卡 Starbucks的咖啡 味道是非常接近的 这个时候其实我不得不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三年前吧 马来西亚的你们的 马来西亚农业部长 带着一个代表团 带着来到阿里巴巴学习 我们交流 当时阿里巴巴大数据 就告诉他们 其实素容咖啡 在整个中国市场会 decline 就冷脆咖啡 这种非常好的 premium的 这种冷冻技术的咖啡 素容咖啡 会走向 冲条内的咖啡 会走向一个市场的 这么一个上涨的趋势 当时这个马来西亚 你们的部长说 非常着急 说一定回去告诉你们 马来西亚那个品牌叫什么 你们马来西亚有个非常有名的 咖啡的品牌 对吗 老街咖啡 对吗 O-Town White Coffee 对吗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他说一定要回去告诉他们 以前传统的这种咖啡 在中国的走势会下降 新的产品 创新的咖啡 会上涨 三年前 我们阿里巴巴的大数据 就已经显示出来 这是一个市场的走势 这是一个市场的走势 O-Town White Coffee 有没有回去 这个改变 但是像三顿半这样的咖啡 两三年就冲出了市场 走到了品类第一 做了咖啡品类的产品 创新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那么如果我们说 这消费品在发生改变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农业 在畜牧业 猛牛是中国产 生产牛奶最大的企业 现在在猛牛整个在阿里巴巴的 这个 阿里云的这个帮助下 完全走向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现在猛牛的养牛产的奶 都会带 那个牛 都会带上那个IoT 都会带上这个 我们叫做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 通过这个传感器 我们可以收集到奶牛 在生活过程中 吃草过程当中 甚至于他们在被养的过程当中 甚至于发情的过程当中的 任何动作不同的数据 大大的可以优化了 整个在奶牛饲养过程当中的效率 比如说他们在什么时候 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动作的时候 他们会 比如尾巴翘起来 代表他们要干什么 如果他大量尾巴翘起来 说明在这个时候去喂他的时候 也许是效果最好的 他吃的这个饲料 是吃最多的 效率是最高的 整个的奶牛 整个生活的状态 都会被记录下来成为数据 然后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新鲜的牛奶 如何去预测这个用户购买的量 有这么猛牛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奶牛牛奶生产厂商 在全全中国有这么多的用户 怎么去整确的去判断 他们的这个销售量 全链路 我们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销售的过程当中 全部的这个数字化 我们能够非常准确的掌握到 整个销售 包括他未来销售数据的预测 包括他的库存的降低 另外就是还有是说 谁买了他的牛奶 对用户的 以前奶牛厂都不管谁买他的牛奶 那如果现在全链路数据化之后 在APP上能够去购买 我们完全能够知道用户的这么一个画像 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去服务这个用户 所以整个序幕 你看农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其实也走向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对吧 那么大家再看到工厂 如果大家有有这个兴趣的话 可以去网络上查 它叫信息制造工厂 阿里巴巴巴在去年的时候 launch了一个新的叫做 Smart Manufactory 智能化的工厂 我们可以做到整个的这个链路 全链路数字化 可以大量的 因为整个现在随着数字化的转型 用户的这个需求是瞬息万变 如果说旧的小的工厂 老的工厂他们还习惯于说 生产我们叫Mass Manufactory 生产大批量的这种物资 等着大订单来 耗费大量的这个开模 然后去生产一个大批量的产品 很有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库存 因为我们用户的变化实在太快 我们的consumers 他们接触access 到各种各样的这个 新的产品新的服务 他们的需求转化非常快 而且他们对个性化定制的需求 是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时候Mass Manufactory 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好的工厂生产的模式 那么如何在工厂里面 我们能够非常 我们打造这些工厂智能化生产的水平 让他们能够做到Flexible Manufactory 他们可以精确地预测市场的 发生的市场的这个趋势 同时呢又能够很好的去predict 能够很好的去做到 我们叫Mass Customization 他们能够批量化的定制 这样等等的一些概念 整个的工厂 其实也都在走向一种 Smart Manufactory的过程 这是在中国也会逐渐逐渐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们智能化的制造了工厂 那我们再来看除了这些工厂之外 我们的零售 我们街边的小店 我们的零售 那么整个这是一个 阿里在做的一个天猫小店 我们把一个街边的这个Mom and Pop Store 完全变成数字化的这么一个店 让他们更有效 更智能 更有温度的去服务他们的客户 也就是说 整个数字化的过程 他们可以帮整个的店主 做到他的客户的分析 他的智能的定价 可以帮他做到快捷的收盈 等等这些整个一整套数字化的解决方案 去帮助街边的这些小店 都完成这种数字化的转型的过程 因为街边小店以前要去 自己要去拿货 对吧 要去这个批发市场去买货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哪些好卖 也不知道哪些不好卖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定价 他们也无法用个非常智能化的东西 去管理自己的库存 他们的管理的效率其实非常低下 不容易赚钱 但全面数字化之后 他们把这个小店和这个品牌 品牌供应商能够直接链接起来 他们只要在上面去下单 供应商就会把货送到他们小店 但所有的过程 包括他的库存管理 他的这种定价的管理 全面实现了背后的数字化 大大的提高了整个这个街边小店的 这种超市的这种数字化的程度 对吧 当然我们还看到的除了这等等这些之外 除了零售 大家还可能看到河马 大家有听说阿里巴巴的另外一个 比较高端的这个一个glossary store 它一个这么一个 我们叫比较大的商超 完全也是实现了数字化的转型 特别在今年的疫情当中 过程当中整个的河马 它所有的东西配送是直接配送到家 半个小时之内配送到家 我在疫情期间完全靠河马 在家里带来生存整个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整个河马还可以说 硬成是说整个不卖隔夜菜 它所有你进去看到这家超市 卖的蔬菜 卖的鱼 那这种都是当天新鲜的 它每一天的菜有不同的这个颜色 有Monday Only Tuesday Only Wednesday Only 那么做到每天都只是 只卖新鲜的菜 大家想想 它如果背后的数字化的能力不够足 它将会造成大量的浪费 对吗 造成大量的这种产品浪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整个实现背后数字化的管理 可以准确的预测到 在这一家超市 礼拜二礼拜三 要卖多少蔬菜 可以很好的跟客户的这个需求能够匹配 然后最主要是 它又解决了用户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把菜送到我家来的时候 我家还要有人呢 对吧 你要买两条鱼 扔到我们家门口鱼都死了 所以说它可以在APP上面 自己选定地配送的时间 也可以选定自己这个半个小时之内送到 那么这样的一些非常贴心的服务 都变成大大的改变了中国的零售业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些行业 比如说金融业 毕竟这个中国的金融业 其实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但是不管怎么说 整个中国的金融实现 第一实现了 支付的全电子化 好我们不敢用腾讯支付 还是微信支付 有腾讯的微信支付 还是阿里的这个支付宝 对吧 我们实现了支付的全面全面数字化 我们再也没有过现金 再也没有去过银行 好全面数字化的支付 那么数字化的支付 其实导致了所有大量的消费数据的 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流程以后 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其实就是最主要的是贷款 对吧 你存钱 他借钱给这些人收取更高的利息 那么这是金融行业 但是金融行业里面 以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个人的信用 但是大量的消费数据流存以后 其实信用是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我们一看到科技 也正在改变这个 这种金融行业 好我们看到阿里的这个支付 阿里的这个蚂蚁金服 我去看到这个 财务官蚂蚁金服的这个 网商银行总部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非常让我感到感动的一句话 在墙上 墙上说 其实一个企业的信用 与企业的大小无关 好 与企业的大小无关 那么整个企业的这个 不能说因为它是小企业 所以它就没有信用 只是我们的科技的手段 并不能够去采集到这个企业的信用 而让我们去服务更多的小微企业 这个micro 这个mini small medium businesses 我们没法去改变它 帮助它 所以蚂蚁金服的这个网商银行 我们帮助阿里会帮助非常多的中小企业 非常多的这种年轻人 非常多的这种 刚刚开始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们 帮助他们能够带到款 因为有它的信用的数据 它的消费数据的产生 会形成大量的数据 比如说 刚才我们讲的IoT也同样的 看到一个养猪 我们看到一个案例 说养猪的一个农民 因为给他的猪都装上了IoT 那么阿里的这个支付宝 就可以收集到 他这个猪的这个生长的情况 健康 瘦肉的比例等等 如果数据显示 这个人的养猪的农民 他的这个猪的 长得非常好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今年的收成会非常好 对吗 那么如果他收成非常好 那么贷款给他 完全是可以去做了一件事情 他说明他有偿还能力 阿里的这个 这个金融科技先可以做到 在这个贷款上可以做到310 我们讲 你用三分钟 你去申请这个贷款 一秒钟钱就到你账上 没有一个人的 没有一个人工的干预 310的这种模式 因为整个的数据的算法 对这个人的了解 在一秒钟之内 这个AI就可以做出 这样的一个贷款决定 所以等等这一切 其实我想讲给同仁听 I can go on and on 好 所以你说你现在来到中国 其实你如果 这个这个疫情之后来到中国的话 你会看到整个在中国的商业的范式 我们叫paradigm 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大家不要再认为互联网只是一个网上的东西 和线下的东西 所以你们在疫情之后 你会看到方方面面行行业业 每一个不管是金融旅游餐厅教育等等等等 所有的行业 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整个的行业都在发生这个数字化的转型 这个是将会你们来到中国以后看到的这么一个 商业的这么一个环境 好 今年在线教育 在中国也是非常的火 我不知道在马来会是怎么样 我们这一年完全都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教学 中国中国几个大的这个债权教育企业 辅导的企业都发生了非常大的融资 他们这个 这个不管是他们的收入 还是利润在大幅的上涨 我觉得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相信 这个会是全世界 都会发生一件事情 叫做我们整个商业的范式 我们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行行业业 其实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当你们再来到中国的时候 中国的过去的前十年 我们叫做消费互联网 所以你理解了网络的很多解决方案 很多平台 很多找工作 很多娱乐 和学习 出行 支付 这些其实 已经在过去十年 或者十五年当中 做了发展的非常非常好了 但我觉得也许 在马来西亚这方面 还不是非常的充分的竞争 所以在这里还有很多的机会 还有很多 你们来到中国以后 可以看到很多中国 这样发展的一些模式 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借鉴 可以借鉴回去 我们经常举办这种大赛 或者我们教会的同学 他们会看到中国的很多的 这种一些 后来发展的一些好的模式 你想想 我回去能不能再买了像 同样去copy 同样去把这个模式做出来 但同学们 如果来到中国以后 你会再继续看到 在接下来 中国会在 我刚才讲的 所有传统行业的 这个数字化转型工程中 中国已经开始了 它这条路 那么也许你们也会接触到 新的一些 随着IoT技术 随着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随着AI 随着算力算法 这种5G 这种发展 它其实会 传统的每一个行业 也会走向这个互联网的 也会走向这个数字化的转型 这个对 我觉得大马的同学 来到中国以后 既看到中国过去15年成果 想想这里有什么样的机会 同时也会希望你们能够深入的 参与到下半场的 这么一个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 看到的这么一个 大的The Bigger Picture 数字化的转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这么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的很多同学 因为我们 我照理一下 我们还是讲 阿里巴基地区 我们跟马来士非常有缘分 我们不仅在马来西亚 这么多大学里面 有我们的同学 我们在来华留学生里面 也我们也曾经培养了 非常多的这样的同学 好那么 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做一个留学生来讲 永远都要把自己在海外学习的一种经历 变成自己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我一直做 我从事留学活动 留学这个事业很多很多年了 我一直讲留学生最大的优势 除了你学的科系之外 还有就是你要在所在的国家 去看到的很多模式 看到的很多方式 能够真正的引回自己的国家去 变成自己的一种 如果信息有干 如果模式有干 我们能够把它带回去 那就是你自己发展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觉得来华留学的话 如何把中国的这段经历 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这是你们的今后可能你们的学长 张凯文同学 因为在今年的疫情期间 参加了我们整个GTT这个培训 他是哈工大 哈勒工业大学的 学这个跨境电商和这个数字经济的 这么一个同学 那他学习了我们这个项目之后呢 他自己在我们去创试 他本来是非常厉害 做短视频策划呀 拍摄能力呀 去做了这么一个兼职 做短视频拍摄兼职 在一个大马的一个房地产公司 去做兼职 但是到后来 他做了做了 他就在我们整个的过程上学习到了这么一个电商平台上的一个鱼菜共生项目的这么一个启发 他看到了鱼和菜可以共生 这么一个项目的启发 他把这个项目自己做成了一个APP 然后把它最终变成了一个社区的零售概念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做到整个社区里面去做有机的这个农场 开在社区里的有机农场 这么一个概念 在马来能够落地 最后他获得了这家房地产公司的这么一个 将近有7万美金的这么一个投资 他也就是大二大三的学生 或最终获得了7万美金这么一个投资 开展了一个最终从鱼菜共生这个概念想法 变成一个有机的零售的这么一个有机农场 在这个社区零售这么一个概念 社区新零售这么一个概念 非常骄傲 这是我们自己的学生 他参加了我们的GDT的program 同时也在Honda学习靠近平上这样的一些专业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同学 受中国模式的启发 把这样的模式带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项目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组的同学 做了一个Discover Trends 他们说这是我自己带过的一个团队 他们认为在马来像你们这样的同学 在大学去选专业的时候 其实是很茫然的 其实根本不知道你们该选什么样的专业 该选什么样的一些 这个该选什么样的一些很好的 未来的职业的发展 他们自己做了这么一些视频 他们就愿意做一个很好的 帮助马来的大马同学 特别是华人同学 在海外去求学的时候 或者在本国求学的时候 对各种职业的了解 他们做了非常interesting的一些视频 在抖音 在这个TikTok上面去发表 也有很好的流量 我觉得他们最后的盈利模式是会是说 所有的教育机构以后 今后包括招生的机构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去做广告 可以去吸引这个所有的这些留学生 这些学生去他们学校读书 他们做出这么一个一个产品 当然我觉得还有这个 我们今天可能我要去访谈 那这么一个同学 今天我们也请了这个 这个蔡同学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访谈 他受到了我们这个项目的启发 受到了我们叫淘宝农村的这么一个model的启发 回到了马来西亚这个新咖啡山 这个新村去帮助这个老人家做这个咖啡种植的这么一个品牌 他最后想成立一个自己的 我刚才讲过的D2C Brand 这么一个品牌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一些非常优秀的 来自大马同学 都是我们自己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我想今天现在连线一下蔡同学 我可以跟他做一些这样的一个一个分析 跟大家来一起做一个分享 好吧 好 邓老师好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还可以还可以 这里见面好 这里见面好 OK 我觉得蔡同学 我有几个同学 几个问题想跟你交流 跟你交流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整体来讲 你觉得在中国的学习这段时间 你的感受是什么 特别在数字经济发展这个方面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看到的什么 感受到了什么 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在中国留学 我觉得我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 我觉得我也打开了眼界 也看到就是中国很先进的那种数字经济发展模式 然后我也希望呢可以带回来马来西亚 然后因为毕竟马来西亚其实数字经济发展模式 也是在逐渐发展起来 然后我相信这一切对我日后的职业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就比如说 中国留学其实让我了解到 中国淘宝村是通过直播啊电子商务来帮助农民 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而我也刚好看到我自己的家乡 有在做类似的咖啡种子计划 所以呢我也就主动联系了老村长 希望也就是这个项目的老板 就希望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 也见证这个项目的成长 哇 其实第一个你刚才说两点 一个是说看到中国的很多 这开了眼界 看到很多中国的这么一些 特别是像淘宝农村这样的模式 通过直播 或者通过这种电商的方式 帮助当地的农村 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 你是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好 所以你就回去帮助这个 我觉得我们大马同学 非常有这种社会的责任感 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这种 mission driven 我们这样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数字经济的时候 我一直讲的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有利他的精神 那后来这个项目做得怎么样 当你回去介绍这个 给到这个老村长的时候 村民他们是什么感受啊 他们觉得你是瞎说吗 他们接受你这些新的概念吗 就那个老先生 他也对这种中国的数字经济模式 其实有很多的了解 也很向往 然后当我们就跟他联络啊 他也觉得啊 对 大家可以就是互相的产生价值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其实就是已经 之前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协助老先生 一起举办那个咖啡树种植比赛 来提高居民们的响应度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正在着手发展 Copy3的那个 Insta的营销账号 就是有准备的短视频 然后也热后也会在那个 Insta上面上传相关的信息 当然我们也会开放 售卖现有的渠道 就是那些咖啡副产品 就比如说咖啡花茶 咖啡饮品啊 之类等等的东西的渠道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 也留守我们之后的消息 已经开始帮助他们在这个 Insta上面做开始做推广 做Bitital Marketing了对吧 对对对 而且还帮那些咖啡座位的副产品 哇 那现在售卖情况怎么样啊 刚开始 我们其实是刚刚开始 你需要大家的支持 对对 那慧薇的话 那未来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未来 其实我是希望可以通 我现在是大三 大三 ok 这样未来我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项目 然后能参与到创立一个本土的咖啡品牌 当然如果有机会 我也希望次年轻可以闯一闯 创立自己的一个 B2C 的品牌 Great Great 哇哦 大家同学有没有听到 他们今天是一个大三的同学 我们自己去闯一闯 我们自己去有entrepreneurship 我们有这样的企业家精神 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伟大的一个梦想说 我们要去做自己的B2C Brand 哇 所以真的为了作为老师 我真的是很开心 你们有这样的mission 你们有这样的力差的精神 你们有这样有大的志向 而且会想去帮助本地的品牌 然后呢 还是会走了一个非常trendy的这么一个方向 做自己的B2C Brand That's great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做一个大三的学生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骄傲 我非常非常感谢惠惠惠 今天来跟我们可能今后的学弟学妹们 分享你这么一个自己的学习的经历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哇 其实我觉得真的听了好久没跟惠惠讲话了 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跟他在课堂上有接触 我觉得真的挺感动 我听到一个大三的学生 有这样的追求 有这样的企业家精神 有这样愿意在数字化时代 去创造自己的B2C品牌 这么抓住时代这么一个趋势 我觉得这也许真的是对我们教育来讲 是感到最欣慰的一点 我们真正看到我们同学在按照我们设定好的 这么一些目标和方向 正在非常好的前进 我相信这样的来华留学的经历 也许才是真正的一个应该去学习的一个经历 而不仅仅是去到一个大学 而读了一个某个Degree 在教室里面度过这四年 他的眼界 他的精神 他的抓住趋势 这应该是来华留学真正的这么一个本质所在 好的一个精华所在 那么其实我想跟大家讲 除了刚才讲过的这些消费品 零售等等 包括你看他想去做D2C品牌 其实还有一个方向 我觉得同学们可以 好好的关注一下 就今天在疫情之下 跨境电商的 或者电商的这么一个渗透率的 一个大幅的提升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这是全世界的电商 这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在这个整个疫情 其实大家要知道 像中国整个电商的发展 其实是2003年开始了 真正我们2003年的中国电商的元年 而2003年 其实上一次的这个SARS的爆发 上次疫情的爆发 那么这一次的疫情的爆发 其实会大大的增加整个电商的渗透率 好你看到这个是在英国美国 这个所有的这个线上消费习惯的行程 线上消费习惯的行程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方向 整个英国美国 中国电商渗透率现在是比较高的 中国大概大到40%左右 而在发达国家其实也就10%20% 在东南亚国家更低一些 但是我相信这样线上的习惯 只会越来越多 而且养成的习惯是回不去的 大家看到电商的这个发展 我们如果说中国2003年2008年 是整个中国电商的极具发展的这么一个时间 那么我相信未来的几年 也许是东南亚本身电商发展 非常快的一年 那几年 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易 就贸易也在大幅的上涨 因为中国说句实话 有一个优势中国的供应链 中国的生产其实非常的强大 而中国这次在疫情当中 又率先的恢复了常态 所以说整个中国对外出口 其实会呈现一个紧喷的这么一个一个趋势 而东南亚已经已经取代了欧盟 而取代了美国 成为中国最成为这个 最大的中国的贸易伙伴 好 而且他的电商 跨境电商市场 也是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这里面其实也就蕴含了非常大的机会 你看Lazada 这个将近增加80%以上的流量 在疫情期间 好 这个所有的这些数据代表 其实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而跨境电商 以前我们要走过这么多的链路 对吗 好 我们中国 其实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优势 到中国来学习 一定要去maximize你的中国机会 中国机会里面有一条最大的是什么 世界最大的manufacture的地方 对吗 世界工厂 那么以前的中国的工厂 要经过出口进口批发零售 这么多环节 才能真正到达境外的消费者 而现在我们中国的工厂 只需要通过电子商务的网站 或者是社交媒体 就能直接出大消费者 这里面其实会涌现出非常大的 这么一个商业的机会 你作为一个留学生来到中国的话 如果会来到中国的话 要考虑到其实你懂得本地的消费者 你又在中国如果access to 中国的制造商 中国的这种货源 如果你懂得电子商务的流程 或者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能够直接去跟用户沟通的话 那将是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商机 而且我认为马来西亚的同学 华人的同学有非常独特的 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你们的中文也非常的好 你们的英文也非常好 你们能够非常的毫无 没有任何这个这个障碍 能够access to中国所有这些生产资源 但你们如果又懂得本地的消费者 你们将在整个这个链路当中 取代这么多的环节 变成你们的话 同学们想一想 这里面的这个机会是巨大的 巨大的 那么这里面 中国今年开始出现一件事情 我刚才看到新国货 对吧 我们开始出现中国自己的品牌 因为他们有很强的生产能力 他们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力 大家可以看一看中国最近有两个 在欧美市场非常做的非常好的品牌 一个叫做西印 一个叫做Anchor 好他们都已经上市 或者西印现在已经是中国 可能最大的这么一个服装企业 他在Instagram上面将近有1600万的粉丝 1600万 直接叫他们直接D2C 直接触达用户 触达消费者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这个品牌出海会变成中国许许多多这样的这个供应商的需求 但是他们缺少一个一个人群 中国的这种资本供应链创业者 他们开始了出海的征途 他们从自己中国很多这样的这种供应链想成为自己的 就是global的品牌 他们想成为一个国际的品牌 他们不再愿意做国际品牌中国的代工厂 他们想做一个马来西亚的品牌 想做个想成为一个泰国的品牌 他们想成为一个欧洲的品牌 美国的品牌 因为他们不管能财力还是生产力上 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好大量的这样的企业 其实他们需要去出海 作为品牌出海 而不是产品出海 但作为品牌出海 他们需要大量的人 他们最缺的就是人 好 所以说中国的现在机会 现在面临着大量的品牌 几万亿的这个市场 他们等 急需等待有人 帮他们来解决出海的这么一个问题 出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他们华人留学生等等 等等这样的一些人 我觉得会是这个未来 掌握这个商业机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拨人 中国的这些工厂 中国的这些品牌 都特别需要本地化的人 帮他们在本地去操作 他们的local business 而大家要看到这一波非常大的机会 非常大 不管是自己创业的机会 还是工作的机会 好 他们需要本地人去了解 本地的用户 了解本地的消费文化 好 像这些都是中国人做出来 在美国 现在可以做到非常高端的 这样的一些品牌 好 他们做到户外沙发的 这种这种 APEX 好 就是他们可以做到 王牌 可以做到非常昂贵 这就来自于中国的品牌 好 包括中国的这种 这种供应链里面做的被子 好 也是Vesta Sleep 也是中国人创造的品牌 在美国创造的品牌 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 马来西亚同学有没有想过 到中国来学习的时候 我如果看到一个供应链 看到一个马来的需求 我也可以去create a new brand based on 或者跟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进行合作等等 好我们现在在GTC Program 阿里巴巴上面有大量的供应商供应链 你看到这些彩妆市场啊 他们现在这个产品 这个这个产品就特别想的卖到卖到马来西亚 他们非常想要这个彩妆市场用户洞察分析 他们想要在马来西亚建立这个这个社交媒体账号运营 他们特别想知道在本地彩妆品牌打造怎么做 这个需求费这是真实的一个案例 我同时前两天刚刚去那边去这个呃 包括完美日期间的品牌也准备出海 好我觉得整个的这么一个 包括Lazana 我们也准在阿里 因为Lazana也是阿里的一个一个子公司 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供应链 这样的机会来给到学习 来准备来从事跨境电商 D2C品牌打造的这么一个行业 行业的行业当中来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要看到这么一个新的机会 利用好中国的供应链 以及你对本地用户的这么一个洞察 把它结合起来 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商机或者工作的机会 所以说其实我认为这个整个大的环境 在于说数字技术成为一种普惠性的工具 我们给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更好的创业和就业的机会 我们在阿里一直讲要有未来观 Look at the future 同学们 你们去哪里留学 去读什么样的书 我就一定不是看到今天在发生什么事情 而是看到未来十年 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同学们以后有没有可能去做自己的MCN机构 还有没有可能去做物流的公司 有没有可能去做成为这些 帮助这个别人去做这个research 这么一些市场的这么一些研究的这么一些人员 帮助别人去做好品牌的传播等等的那些 也都是在你面前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非常多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个是我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可能性 了解中国供应链创立自己的品牌 中国生产世界上可能百分之七八十的消费品 所有的这些产品 我们你看我们找到一个供应链的话 这家工厂是为所有这个大牌 提供这个羽绒制品的这么一个supplier 这么一个羽绒制品的supplier 但是他自己没有自己的品牌 老人家非常想说 谁可以把我的这种产品 带到本地的市场去做我自己的品牌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机会 一个重大的机会 同学们可以去抓住 这是我们去参观他的俄伦工厂 你看这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这样的一些鹅绒 最好最好的这些鹅绒 他们生产出来的被子是非常漂亮 可是他没有品牌 他非常需要本地人帮他在本地去进行推广 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多讲 所以中国品牌的出海 大家看到另外一个机会 如果所有made in china 都想走到品牌这个level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重新做一遍 而重新做一遍 而且这里面就会涌现出极大的商机和工作的机会 而这样的机会 我认为来华留学的马来的华人同学 应该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这也是你们 时代给予你们的一个机会 时代给予你们的机会 那么讲到来华留学 所以我觉得阿里巴士GDT跟CCN有这么一个合作 还有这么一个合作 去打造一个特别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 而一个学习的模式在于你们在大学本科去学习大学的这些知识 但同时呢我们你们同时也欢迎 非常欢迎你们来学习 代表未来的数字思维和未来的行业技能 就是我们的GDT的program so this is a joint program betweenCCN和阿里的GDT 你们会在学习大学本科的阶段 同时也会来学习这个阿里的这个数字发展 数字商业的这些机会 包括数字创业的这种可能性 包括跨境电商的这些可能性 我们都会服务好我们这些同学来进行这样的学习 好但是大学的这个课程的话 我们打造了一个特别的这个模式 预备课程加学位课程加里巴巴数字人才的课程 那么大学的这些课程我相信 看到这些都是跟数字经济相关的 不管是e-commerce大数据金融工程 还是国际国际贸易 还有市场的这个cross border e-commerce的市场营销 还是人工智能还是机械工程 还是包括software engineering 包括AI 这一些我觉得都是这个可能跟今后的数字经济 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些相关联的课程 好那么有了这个学位课程 和阿里巴巴数字经济人才课程结合起来 提供给你更多的实践的机会 我相信会让你在整个来华留学过程中 有一个非常unique这么一个一个position 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position 但是作为预备课程呢 我觉得作为来华留学的这么一个 我看了很多留学生 我觉得还是要讲两句 虽然大家觉得我们是华人 我们的中文华语已经非常好 但是中国大学的有关数学 还有关数理化的这些要求 其实是非常高的 我们比对过读中的这个 包括国中的和中国大学的这个 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个gap其实是比较大的 他对学习的gap其实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 而且大马和中国的这个学习的 中间有时间的gap 这个课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三项combine 我就做好准备 选好一个很好的专业 来跟阿里的学习这么一些非常实践的 数经济的思维和参与一些实践的项目 这三者叠加 我相信你的来华留学的这个过程 会走的非常的独特有竞争力 好 我们整个今天汉生教育的CCN 汉生教育和这个阿里的所有的这些平台 共同建立了这个数字人才跨境地上的基地 在杭州 我们有一个孵化中心 我们也希望如果今后有这个志向的马来的同学 也可以来到我们杭州的这个阿里的这个创新中心 这个人才基地来接受我们对你真正有创业项目 或者实践项目的这些孵化 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 发布很多这样的企业的一些需求 企业的很多任务 那么同学作为实习作为工作作为创业 都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杭州 来做这么一个来到我们的人才中心 来进行这个一个孵化和培训 好吧 整个阿里的我们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课程 这个基地项目 其实我们最近又招了一批新的这么一些创业同学 这些都是 但是中国的海外的留学生 他们来自于什么MIT啊 包括哈佛啊 包括这个Yale啊 包括那个这个英国的LSE啊 这样的一些同学 我们今天新开一期班 他们也新的加入了整个这么创业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这个GDT的课程 非常的优秀的一些学生 今后我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来 这些同学来进行共同的学习 好 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么一个打造给阿里巴来华留学生的这个这个来华留学生的那个数字的经济的这么一个人才圈 好你加入这个课程之后 好你会成为我们的圈子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community 好在community我们有数字经济的直播课 好我们会像这样的课程 会告诉同学们数字经济的一些原理 好一些常识 好怎么去看待数字经济的未来 当然我们也有这个阿里卡士 好我们在丁丁上面有个阿里卡士 有很多的学习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案例 好很多成功的案例 当然我们也会有这个行业大咖的一些分享 我们经常会请到阿里的很多专家 包括创业者 包括各行各业的一些专家 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同时呢我们有个社群的服务 我们会把大家变成一个专门关注数字经济 当然我们还会有像每年举办的这种商业大赛 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launch 3月份我们就要开始launch 这一届的这个阿里巴巴全球商业挑战赛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去筛选 培训很多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些同学 来参与数字经济整个的这么一个建设的过程 第一届的我们大赛第一名的获得者是马来西亚同学 好但是在第二届的时候 我们在全世界有14个国家来这个参与的时候 马来同学全军覆没没有进入前十名 居然没有进入前十名 我觉得我们希望今年我们在举行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看到我们有同学会参加这样的上赛 参加我们的这个培训 再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好这些都是我们的课程的一些简介 好我们有这个课题的话有访谈阿里巴巴的老员工啊 好我们跟刚才讲过阿里巴巴的这个创新中心的高级专家 来看我们怎么用数据来帮助用户做产品创新啊 好我们来看这个菜鸟的这个物流的首席战略观 我们跟他一起访谈说怎么去搭建这么一个数据和战略思维啊 有这个怎么去搭建生态体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 包括阿里的HR的高级专家 好我们来看阿里的用人观 阿里的人才观 好我们看怎么去做数字营销 我们去看怎么去我们带大家有很多这样的直播的课程 大家去参访大家去了解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 好吧 我觉得这是我大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未来的发展数字化发展的趋势 一个留学生应该具有的这么一个把自己的留学的经历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好以及未来这个整个的跨境电商等等方面一些创业就业的机会 以及呢我们的课程和这个给大家的一些 阿里的GDT能够提供给大家的一些课程和机会 那这个是我作为今天的一个分享 好吗 谢谢大家在周六的时间可以来听我这么一个演讲 那么接下来我可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 大家有具体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吗 也非常希望在疫情过后 好我可以再去买来 我也希望在疫情过后迅速的你们可以来到中国 好来我们来到中国继续开展我们的学习 谢谢大家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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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